小朋友拿到新的跑步鞋都好开心 充满温馨的圣诞节快要到了 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居中牵线下 基隆市圆圆圣圣母关怀协会 和救国团基隆市中正区团委会 特地捐赠16双全新跑步鞋 给暖暖区八肚国小三位 以及暖暖国小13位 两所国小总共16位的弱势学童们 帮助他们在岁末年中圣诞节来临前 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我们今天来捐助小朋友的运动鞋 希望说能够尽一点点的小小的心力 让小朋友可以一个快乐的童年 安心的成长 谢谢各位 把这些的鞋子送给这些孩子 我想孩子在成长当中 当家庭比较弱势的时候 可能没有办法跟同学有这样子的比例 但是借着我们这些的社会资源 大家一起来关心 不论他们在运动上面 或者是在同学 这个同才方面 他们也觉得 我是有新的鞋子可以穿 让自己生活的 活得更有自信 学习的更开心 让他们在运动上 也能够更健康 我是秉持着在救国团当任会长任期 是以公益为出发 那所以一双鞋 一份爱 然后我也走了很多乡镇去的 那目前今天来到基隆寺 暖暖国小 那接着还有九所小学 我们一样照顾中低收入 及清寒家庭的小朋友 谢谢 这项资举也让校方非常感谢 全新的鞋子穿在身上的话 这样不仅是在安全素质上 都可以兼顾到 也希望孩子们可以 记得这样的物资 其实是透过社会上很多 三星的叔叔阿姨们所捐赠 那期望以后他们长大之后 如果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爱心 可以一样的把它五线循环 把它提供出来 而获得这项圣诞礼物的小朋友 都好开心 用热情的掌声来感谢 叔叔阿姨们的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